好 来看到美日飞三面目 4月11号在白宫举行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说 美国对日飞防御承诺 坚如铁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1号在美国的国会 发表演说的时候 表示美国不必独自应对 严峻的全球挑战 日本愿分担责任 并且也强调 在台湾的安定很重要 同时4月12号 大陆外交部罩建了 日本驻华首席公使严正交涉 那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氏 4月8号呼吁跟大陆谈判 以防止南海更多的冲突事件 而在这个部分呢 大陆驻飞使馆就表示说 如果菲律宾啊 你真的想要对话沟通 关键应该是停止挑衅 而大陆的外交部罚人毛宁 在4月12号也表示说 每日拉帮截火高小圈子 挑动集团对抗 这个才是区域和平稳定的 真正挑战 委员 我觉得说话讲这个东西 没什么太大意义 而且于事无补 不管是大陆这么讲 或者美国这么讲 重点是整个国际的格局 在改变当中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从1991年 应该1991年吧 苏联解体开始算起 一直到2017年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这段时间 我们的世界秩序 叫做单极世界 什么叫单极世界 这整个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强权 Great power 谁 USA 美国 没有第二个了 有点就没有苏联 中国呢 当时这段时间里面还要靠着美国拉拔 参加WTO 给最后国待遇 经济成长 外保投资等等 可是就在1991年到2017年的时候 就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很大改变 2017年 美国的川普总统 开始对大陆产生贸易制裁 关税壁垒 这个贸易制裁 关税壁垒 正面的来看的话 好像是在它打压中国 反面来看是 它承认中国是一个 Great power 新兴起的一个大国 所以现在中国是至少 跟美国是平起平价的一个世界级的强权 整2017年已经确认了 到了2022年 欧欧战争爆发 俄罗斯不倒 那证实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上 已经有三个世界级的强权 就是中国 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俄罗斯第三 所以我们刚好就从一个单级的世界 走到三级的世界里面 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活在单级的世界 言必称美国 思想就是美国 连中国大陆在那段时间 很多学者也都是亲美派的 他们搞不清楚这个世界 原来可能有两级世界 可能有三级世界 在两级世界三级世界里面的状况 会跟单级世界 整个行为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不一样在哪里看 美国就是会开始有所谓的 休息抵得现情 我从单级世界变成两级到三级世界 我当然不适应嘛 我全力流失嘛 然后我就不希望中国大陆 能够主导亚洲的世界 能够主导亚洲的秩序 所以我就不在第一岛链上 玩花样给中国制造困难 在经济上来打压中国 在外交上来围堵中国 就所谓的冷战2.0都开始出来了 那美会在干什么 美会不是问题 美国跟菲律宾一向都是 应该不是大哥小弟 应该是老板对员工的态度 然后日本跟美国关系 更是宗族国跟宗族国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问题 那个在单级世界一直都如此 但到了两级世界三级世界 就不一样了 叫多级世界 多级世界就是有中国俄罗斯 现在就是说那好了 我照顾不了 我必须建立一堵围墙 建立围墙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把日本跟菲律宾拉在一起 菲律宾是一个历史很短浅的国家 可是菲律宾也记得 二次大战末期 在1945年2月的时候 日本军人加上台籍日本兵 在马尼拉大屠杀 杀了10万个菲律宾人 这个激励不比中国纪南京大屠杀还少 但是现在美国要把他绑在一起 因为毕竟宗祖国是美国 轮不到你菲律宾人多废话 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 他们对那历史已经淡去了 美国才真正的历史的渊源 那这一次的美菲的这个架构底下 就开始出现的 日本的军舰跟菲律宾的军舰一起演习 重点不是演习的规模大或小 武器现代或者落伍 而是挂着日本国旗的军舰出现在菲律宾 军舰的行列 告诉谁 告诉中国大陆 波扣来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 要重新建立一堵第一岛链 因为第一岛链在中国崛起已经有破口了 以前美军铸台 现在美军不敢铸台了 所以为围堵这样一个破口的话 才能够封锁巴斯海峡 封锁峰谷海峡 那立将军讲对了 就是说大陆抗议 所以他不敢在巴丹群岛上部署防空灰弹 可是不要忘记 反舰飞弹撞在哪里 撞在李宋岛 还是可以封锁巴斯海峡 那配合的台军在恒春演习 动不动汉光演习 不是拉出来吗 反舰飞弹拉出来吗 以后说买了鱼叉飞弹 他们也要布好多啊 就是想要封锁巴斯海峡 那另外一个往北纳靠谁封锁公古海峡 就是靠日本啊 所以日本要买什么战斧飞弹啊 什么标六防空飞弹啊 目的何在 就是至少他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太厉害了 航空母舰一天一天升级 然后我总是多一道围墙 你跨越比较困难吧 所以才需要把宫古海峡巴斯海峡做封锁 所以在军事上 美国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才会搞一个美日飞 什么写几条宣言啊 要强化日本的军工业 以前美国是不准日本发展军工业 现在美国说我没办法了 我航空母舰麻烦你修 航空母舰麻烦你修 就要跟你共享航空母舰的机密 不然我怎么修啊 共享战机的机密 所以开始要拉拔日本的军事工业 日本的军事工业基础很强哦 不要把它当做门乱阿山 它是以前被美国打压 要做飞机啊 不能跟美国竞争啊 做这个飞弹也不能跟美国竞争啊 对美国要保有它的军火工业的优势嘛 可是这个共戏一开 日本的军火工业就会上来 那日本现在 它觉得它依赖美国是比较安全的 它跟美国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冲突 跟中国好像冲突 也是始终不断哦 所以这样的一个美日日飞的架构 你要把它看成说 美国的设计底下进一步要围堵中国 对外这个发展的一个新的布局 那毛铃讲对啊 美日拉帮结果搞选小圈子 对不起啊 不是小圈子是大圈子 所谓的挑动集团对抗 也没有集团对抗 就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以AUKUS为基础 加上Japan AUKUS 目的何在 就是在西太平洋建构 是一个围堵中国往外发展的一个柵栏 然后这个毛铃讲说 这区域和平稳定的真正挑战 在美国眼目中 你中国崛起就是我的挑战啊 你想要主导亚洲事务不准许啊 你想要指导南海行为准则 不准你成功啊 找菲律宾来弄一弄你就不会成功了 所以是本小利重 你看只要菲律宾不断的导弹的话 南海行为准则保证过不了关啊 那就卡住了 所以就南海的行为 南海的问题 就会不断的在国际海洋法上 跟所谓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中摆动不安嘛 其他的没有意见 就你菲律宾有意见 那菲律宾又占了南海里面的 这个东部里面最大的一片海域嘛 所以在这里面就把你这个问题卡住了 就是故意卡死你中国的脖子 在南海的发展 它的玩意是这一套啊 那会不会发生大战 它现在布局当中 大陆也是在布局当中啊 大家都认为有一天 台海南海就可能发生战争的啊 在家乡钓鱼台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美国要去跟美日安保条维 要延伸到钓鱼台里面去啊 就这个道理啊 然后美日这个 美菲的共同防御条例 要把它安排到 延伸到马德雷3号上面去啊 然后接下来看你中国什么出牌 你中国会不会直接聊到 就把马德雷3号给炸掉算 你也不会 问就卡住了 大家玩耐心啊 玩把戏 那美国觉得他要玩一种 本清立重 就看你中国怎么出牌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